为啥一个握索淹死在粪坑里 一个躺在粮仓上睡大觉呢 秦朝有个丞相叫李斯 他当年就是个守粮官 这叫好听的词 不好听就像粮仓这个看门的一个小官 有一天他闹肚子了 急急忙忙上厕所 古代农村厕所就挖一个深坑 上面放两个小木板 人就蹲在上面 农村的人都应该知道这种体验 对吧 结果呢 他闹肚子嘛 就来不及了 蹭蹭蹭蹭的一跑 厕所里面有一堆老鼠 结果突然之间他跑过来了 那老鼠一惊吓 蹭跳坑里去了 淹死了 后来呢 他上完厕所回到粮仓 发现粮仓里的老鼠躺在粮仓里睡着觉 肚子吃得肚大跃圆的 他就不免有人生思考 同样都是老鼠 为啥一个饿死 淹死在粪坑里 一个躺在粮仓上睡大觉呢 他说选择环境很重要 选择圈子很重要 你发现你只要到北京去 妈家伙 你打个车 就我这个口才 就比司机砍蒙 讲了一大堆 刚才哪个领导讲话了 我叔是谁了 我哥们哥们的哥们的哥们是谁了 哪家都把你砍硬素转向 你到哪个地方 他的风土人情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 人往什么 高处走 水往什么来 低处流 环境太重要了 所以人在一辈子 选对环境 跟对人 命运就可以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